回到我们台湾顾问团 今天同步带大家来关注的是 关于红岸的家庭 来到桃园的桃园地方法院 侦办的首都召开的家庭 现在正在讯问的是谁是何江中 我们同步掌握庭讯的这个时刻 也在这里也做同步的分析 我首先还是请永华哥 刚才讲到宪兵关 但刚刚您提到两位宪兵关 可是我们之前都没听到的角色跟人物 但我们之前能够看到 听到就叫做郭玉龙 对 郭玉龙这是在269的宪兵关 但是他早就告诉大家 这个状况是有问题的 不过他也中罪了 他也有罪了 他也被起诉了 可是整个事情就到他 到陈一勋为止 其他人都没事 就是说我一直点出郭玉龙的宗教信 郭玉龙是管禁闭室的 但是是谁叫他去压 当天6月28号压洪仲邱 跟另外一个禁闭室 是谁叫他压的 所以郭玉龙 郭玉龙让我认为 他只能够证明说269旅 是不是接受52旅的官说 接受52旅的官说 然后命令他不要管什么 禁闭室的那个业务 其实郭玉龙要管的是禁闭室的业务 但是谁不让他插手 所以在郭玉龙的脸书 出了事就是我269旅的 我何必再保护你 这个话叫你们不要玩 现在玩出了人命 然后还有起诉结果 你看看未遣奉同意前 这个就是我们老早就已经讲过了 事实上在这里面 真正重罪的是 陈玉勋跟郭玉龙 真正该压的是他们 但是为什么不压郭玉龙 也为什么不压陈玉勋 而在五四二旅打转 这个是洪家的一种叫做诉讼策略 而这种诉讼策略各位要理解到 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重罪 重罪在起诉书上面 他们不是重罪 他们都是五年以下 不符合重罪的要件 那第二个就是说 犯逸的联络 除非你能够证明说 五四旅真的有人去关切了郭玉龙 叫郭玉龙跟他们讲 活活的把他给扔死 但是那我相信是没有 但是这两项 一个犯逸联络 一个重罪都没有的话 你又重回原点 就是所谓我们讲叫篡政 灭政跟逃亡 篡政灭政跟逃亡 这个在军高院的时候 都已经被驳回了 所以这一招是没有办法用 那现在洪家律师坛 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之下 他只好提出的 各位仔细 仔细听 洪家律师坛所提出的 全部都是人证 那你说物证有没有 物证到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 就跟我们在电视上面讲的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人证 但是物证有没有 包含五四两旅的录影带 包含二六九旅 还有包含签合的 行政作业程序的那个 我们通通都没有 包含洪家都没有 坦白说你洪家到现在禁闭单 在法庭上面是还第一次看到 然后在越界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讲 案情在二六九旅的部分 要突破的话 一定要找郭玉龙 然后回过头来 五四两旅一定要找徐姓正 如果这两个愿意跟法庭配合 我认为案情可能突破 好 突破点呢 在这里做了这样的分析了 但是呢 效果如何呢 目前还不得而知 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成效 来看到是 不只是桃园今天进行 积押庭的开庭 我们同一时间带大家掌握 还有桃园定检署 正式约谈这位林姓的中校 林姓中校是谁 为什么要约谈他 我们赶快请我们现场主播 吕宣来告诉你 宣宣请说咯 好 在今天呢 桃园地方法院召开了积押庭 在考量这三名被告是否积押 同时在桃园地检署 也有大动作的约谈动作 而现在在有关于 桃园地检署约谈动作方面 就是有关要厘清 急救三十分钟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疏失 而在当初呢 在PTT上爆料的一个医官 叫做林维安 在今天也与证人的身份到场了 当时他在PTT上呢 是相当描述 这很清楚的描述 洪仲秋在这个濒临死亡的 前三十分钟 包括他全脚打 全打脚踢 还有骂脏话整个过程 他说他都有清楚的看到 同时呢 他有看到所有的这个监视器画面 所以他的证词呢 对检方有一定的重要性 在今天呢 他在刚刚已经抵达现场 来看到现场的罪行画面 那是讲说你有看过洪宗秋倒地 然后急救的过程 有监视器画面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 那一段是哪一段吗 小心 请小心 就是说你有看到监视器画面吗 那你这样很危险 请小心 你这样很危险 那你讲一下吗 没有 我讲更危险 不好意思 好 我们看到中校医官呢 林威安呢 第一次在镜头前曝光呢 他的神圣呢 是向葱容 同时也提醒媒体记者要小心 不过呢 针对他在PTT上的爆料 他并没有多做回应 由于他今天是以证人的身份 到桃园地检署来复训 不过呢 也特别强调的是 桃园地检署要厘清的部分 还有在医官吕梦颖的部分 是不是当时呢 在急救过程中 有任何的疏失 才会导致如此不幸的事件 目前呢 这桃园地检署 正在进行约谈的动作当中 但是目前呢 我们在现场 为您掌握到 最新桃园地检署的这个讯息 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会随时为您做插播的报道 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好 我非常谢谢 我们的主播吕宣 刚我们看到是桃检 同步在这个时刻 约谈了这位林维安 林维安中小 特别是关于在急救的过程当中 在红中秋集 最后我们看不到 那个录影带那三十分钟的急救过程 到底他正此 对于整个一个状况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后续发展锁定 我们中天的频道 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金兰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知道今天这三个人 现在都在急压停 那么前面看到 徐姓正跟范祖先 已经是要急压停的停讯结束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和江中的部分 我们讲到其实他们两个 现在已经出现所谓的 讲法都不容的情形了 虽然我们律师一定强调 证据证据都不容 都不容但也要证据 但是我们来看到 这个情形 现在今天的一个发展 其实像有华哥说到 他恐怕是里头的 关键中的关键 我不知道今天要怎么去看 接下来在何江中 能够在家庭当中 讲的内容当中 能不能在这边 有所有的突破 首先从军高检到这个桃检 这整个的发展里面 他们会有一种新的心情 也就是说原先的军高检 被大家认为是军军商户 所以对他们来讲相对有利 但是今天一到了桃检 对他们来讲 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那是一个 他们的一个场域之外的 一个全新战场 所以压力会比较大 我必须这样讲 所以你看到 范左线 我认为他在演一个 妈宝的戏 包括他姐姐抱住他 然后常常 刚刚前面已经讲 他其实是两个面向 因为在军方里面 是一个面向 然后在外面 呈现出来是一个面向 会哭 然后需要人家这样子抱 他像个妈宝一样 整个感觉上 好像是做不出那种事的 至少在媒体前面是这样子 那我要说的是 这里面的办案 今天要看那个办案本身 有没有新的框架策略 不是按军高检的 那个发展框架去做 如果不是按军高检的 发展框架去做 这个案子才有可能有其他 但是这也是期待 也就是今天我们看 洪慈庸家里 父母他还有那个 他的舅舅全员到齐 跟他的律师团 全部在这里面 希望在桃检的这个战场上 能够战胜 所以全部到齐 我想那个信心 是从军高检相对的消极 然后到这里面 相对积极 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变化 然后你刚前面 我们看到这个记者 给大家看到 他的策略在改变 原先对于军高检的 那个态度相对的低调 因为他认为 在那个战场上不可能有 但这个态度上就相对积极 在讲这个何信正的时候 他就想要把他的 这个罪网重罪 就是明知故犯 他完全知道所有状况 本来还不配合的 那个宪兵官 他全部都知道 但是他强要强要 这后面的动机是蓄意 他在做的是一个 积极在这里面 希望把他压很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台湾社会也对于军高检 然后的失望 或是到桃检这边的期待 包括桃检本身被让 大家看到他叫做 自嫩 奶嘴法官跟审判长 那他们也希望 在这个案子上面 能够有一些展现 他也必须要 让大家看到 他其实不是那么自嫩 他也要相对成熟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个全新的开始 后面必须要有不同的 一个状况跟策略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全新开始 对于桃检来讲 他们也有必须 他我其实没大家想象那么差 没大家想象那么嫩 他也必须要有新的一个判断 一个新的处理方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坊 还有洪家在这里面 其实没有因为人 埋了帐了 然后就放弃了 他在这里面可能觉得说 过去不可能 现在有可能 所以他会是一个新的 在这里面所看到的 他希望能够在这里面 有所突破 那可能性 刚刚那个张有话跟他讲 前面该灭顿的 要串阵的 通通的不可能 如果照这样看 这个案子就不用办 但他们相信 在这么多的状况下 不可能只手遮天 全部把它盖住 那一定有个缝 那那个缝的突破 就是今天洪家 大家看到 还有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的心理上面 还有跟陶检 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能够单点突破 那如果能够单点突破 当然这个案子就能够有 进一步的发展 那现在来看到的是 大家都在一个新的状况下 看到 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可能 是 是有一个新的可能吧 我不知道事实上怎么看 所以今天打的 还是一个心理战 跟我们之前看到 全部是在军检里头 大家完全不能够插手 军方你说什么就算了 大家也都不能够有所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目前看来 我认为的希望是不大的 还是不大 早上范左线其实他说 其实早上范左线说 他就否认说 他曾经叫这个金闭士 好好去照顾这个洪仲秋 这个事情已经死无对证 之前去调查他 你看现在 呈现在台面上证据是 有华所指控重力罪 找不到证据 然后他上去赌博 就是所谓的签赌这个东西 也没有看到证据 所以这部分的范益 现在没办法连结 所以刚刚律师讲得很好 就是说 我如果没有范益的连结 我就算中间的处理过程 我有些什么行政瑕疵 还是符合之前所谓的 行使所谓的法定 种类一样的惩罚 跟职权防御自由 只有这两项 既不符合重罪积压 也串政灭政跟逃亡 现在看来没有办法 用这个方式积压他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会觉得说 你现在去谈这个积压 会觉得有点这样子 无力感 为什么 因为这案子到现在 刚谈到五十几天了 该串了也串了 该做了也做了 然后呢 该有的证据不见了 这个洪仲聪一出事 刘延俊副连长 去找那个Lagroon 我们一直在讲 那个死亡笔记本到哪里去了 那录影带也不见了 现在有话刚刚讲 只有任正 到目前只有任正 和任正所讲的话 然后呢 这个范益连结 中间有断点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这个东西只可行 我讲了一点 这个 这个积压庭 最后可能变形势化 到最后呢 了不起就又加一点钱 然后继续再交保 就这么简单 好 律师也这么不乐观吗 我想我必须要给大家一点 希望啦 好 就法论法 就事论事 来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就是说在讲到说 那个 这个交保的这个裁定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就有指出来说 他的交保裁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从他这样所供出来的 这个那个市政来讲的话 正可以看出他有一个串政之鱼 所以我当时就认为说 他这样一个交保裁定是不对的 那果然我们那个高院的 这个一个见解 也是采取一项相同的见解 就是说 从他可以召集人来这个讨论 然后还有这个服从的这个义务 然后以及就是说 他还有接触案内证人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他这个原来的这个交保的这个裁定 是有问题的 那其实对于被告的律师来讲的话 高院的这个裁定 对他们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因为法院的裁定已经很明白的 指出来说他有串政之鱼 只不过是说 虽然他已经讲了这么明显的 说他有串政之鱼 可是 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 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串政的话 早就应该要 早就已经串了 所以就变成 虽然他之前的裁定好像不对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 可是 我们今天在新闻里面 我们好像又发现了一点点的曙光 那个曙光是什么 就是他们证人的证词不同调 被告的证词 供述不同调 当被告的供述如果都不同调的时候 那其实 表示 这个案情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将来还是会有这个 串供的可能 那尤其是说 是不是还有什么证据 或是证人还没有出现 那尤其说现在陶检 现在正在调查 没错 那如果说这些证人 他们还没有机会接触的话 那是不是将来有这样的一个 接触的可能 串供的可能 所以其实我觉得 没有那么的悲观 好 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悲观 刚一个最新的讯息 要看到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郭玉龙 他即将要转污点证人了吗 我们休息片刻 锁定中间新闻 更进一步的家庭的讯息 随时的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